在世界军事舞台上有一个特殊的国家 那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建国之后就一直获得了世界的关注 虽然人口只有800万但地方小得可怜 只有2万平方那个公里却成为世界军事强国不敢忽略的国家以色列 到底凭借什么今天 我就和大家说说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到底有多强 中东是世界油田 因为占据地利 所以中东国家很有钱 但是和他们经济发展成反比 就是中东国家的军事实力别的不说 就算是中东的沙克阿拉伯 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美国出口 什么他们就买什么 但是发生战争的时候就原形毕露了 别说是打仗 那能够自保就已经不错了 而且让左 又中东国家都郁闷 可是有一个军事强国 时刻盯着自己 要是谁不听话直接就一棒锤 砸下来这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的主体人口 是犹太人在二战时期 犹太人被德国消灭了 600万几乎灭族在战争之后 以色列终于在联合国的划分之下 有了欺身的地方能够不 要颠沛流离的犹太人 终于过上了和平的生活 对于他们而言 能够在纳粹的屠刀下火 这就很感激了 但是有人要破坏他们的家园 在1947年巴勒斯坦 联合中东国家 开始对以色列进行军事打击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吊打 第一次战役结束之后 中东国家认为是自己亲敌 了然后很不服气 后来鼓起勇气 第二次第三次的挨打 不得不说中东国家屡败屡战的精神 还是很值得同行的 最后终于被打服了 从2000年之后 中东国家再也不敢恶色了以色列 成为名副其实的中东第一强 并且将自己的大使馆 搬到耶路撒冷 这样的盛程 他们也就默许了那么以色列的军 事实力怎么这么强呢 第一是因为以色列是为了活命而 中东国家是为了报复一个 被逼到绝境的人军事实力 是非常强的 而且以色列的军队 都是经过美国教官实行 现代化作战的教导精通配合和战术 而中东国家的军队 无论是单边素质还是军事实力 都不能相比 而美国也在暗中支持以色列 就让中东再也没有实力 叫板其实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以色列还有核武器 虽然他自己从来不承认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把他逼急了在你家里扔一颗 那么中东国家都不好过因此 即使自由的阿拉伯人 也不是犹太人的对手 以色列为了扩军在24小时内 可以动员60万大军在一周之内 可以动员200万大军 基本是全民 参战了这才奠定了以色列第一的位置